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志 今天喬琳日志拍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講說現在新加坡的一個就是狀況 自從就是2月7號然後新加坡已經正式發布就是武漢肺炎就是橙色警戒 對然後就很多朋友就是會關心我說喔就新加坡現在已經發出了橙色警戒有沒有怎麼樣啊 工作有沒有安全啊或者是有些人要來新加坡旅遊的朋友他們也會擔心說 啊我3月底3月要去新加坡玩或者是我要經由新加坡轉機我要去美國還是要去澳洲那怎麼辦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現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一個現況 自從就是現在截止到2月9號的中午12點 新加坡已經有43個confirm的case了 武漢virus 這些資訊呢你可以到新加坡的官網上上去看 然後我連結會在下面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就是新加坡case case in Singapore 多數都是從就是中國過來新加坡的旅客 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到新加坡 有三種方式 第一個是坐飛機 然後第二個是坐船 然後第三個是由陸地的方式登陸 像是從馬來西亞過境搭巴士 然後前10個case 據我所知都是坐飛機來新加坡 然後去年的數據 新加坡觀光局還沒有正式發出全年的數據 不過在我預計大概算出來可能會接近400萬人次 那為什麼會降得多 基本上新加坡是一個需要靠觀光 還有就是新加坡一個外來人口還蠻高的 光華人就在新加坡的七成至八成以上 大部分華人可能是來自馬來西亞 光馬來西亞的華人就有40%至44%左右 然後從中國過來的新加坡 不包含香港、澳門、台灣 就有18%左右了 現在新加坡的情況是這樣子 2019年的2月1號開始 新加坡已經禁止 持中國護照的旅客入境新加坡 甚至你轉機都不行 除了你是PR 或是你有持有工作準證的人除外 可是如果你持PR 或是持工作準證的中國護照的人進來新加坡 你還是要做14天的隔離 做居家隔離 然後目前新加坡的物資其實還蠻缺的 尤其口罩最缺 還有酒精消毒液、洗手液都很缺 自從2月7號發布橙色警戒後 就是你到超市 各大超市賣場 泡麵糧食都會一手而空 所以現在新加坡幾乎什麼都沒有 口罩也沒有 洗手液也沒有 然後乾洗手液也沒有 消毒水也沒有 連泡麵現在都沒有 現在大家都買什麼 麵包、牛奶、還有一些蔬菜 然後這個人買米粉、湯圓、洗衣粉、清潔劑、冷凍食品 喔 這人買麥片衛生紙 跟一些乾糧 有人買消毒藥水 好這個來到雞蛋區 雞蛋區 比較常買的大家也搶功 这就是青菜区 有部分的青菜卖光光了 平常这边都是满的 白满满 然后今天卖超多光 这家准备要买超多粮食 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从这个影片跟 关心我的朋友 还有家人们 我们有通过电话 就已经报过平安了 然后如果有订阅我的小铃铛们 也谢谢你们 然后我现在目前还很安全 只是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只能做好自我防复 我的工作需要 第一线接触到passenger 就是这些路径出境的旅客 而且距离可能非常近 就是一步的距离甚至更近 然后现在自从发布了之后 就只能做就是戴口罩 手套有一些有人戴 有些有些同事没有戴 目前状况是这样子 然后之前刚开始一月初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公司还是说 哦因为我们的专业形象 所以没办法戴口罩 但是后来一直到大概 在第十五十六个case之后 然后公司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的限制 就是可以说哦你如果是因为你生病的关系 不舒服的关系 你可以自己戴口罩 然后就是不要把病毒戏剧传给其他人 然后还是有很多机场相关的公司 会就是要求他们不戴口罩 可是大多数已经过半了 他们会要求就是他们戴口罩 所以机场的公司有很多 对然后我不说是哪一些公司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 对然后大概新加坡状况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最近真的要来新加坡旅游 或者是你要过进新加坡的脏衣机场 拜托拜托你要自己做好防护 就是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对然后如果有酒精消毒液的话 拜托只带 每一罐只带一百抹 A时光确试的时候你会被丢掉 所以还是要符合机场规定一百抹以下 吃维他命 就是一些营养保健品来提升自己免疫力 那希望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困难的事情 然后新加坡目前是没有排华的现象 据我所知 因为新加坡华人是占七成以上 但是会有一些很明显就是大陆人的口音 然后我们会问一下就是 你最近我们回去中国还是什么 会大家会多问了这一句话 然后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关系 然后而不是有排华的现象 那当然会有人管快撇清说 哦我不是湖北来的 哦我是山东来的 然后我虽然是中国人 或者是我最近十四天内 我最近我已经半年 还是我最近三年没有回中国了 他们会马上撇清这句话 然后也是让就是可能在餐厅 或者是坐在旁边的朋友心安这样子 好以上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新加坡 至过年以后到现在新加坡的状况现况 那如果你真的要来旅的话 那就是自我保护措施要做好 然后现在很多观光景点啊 基本上现在人都已经很少了 好以上就是乔林日志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的小铃铛们记得按赞哦 嗯好我们乔林日志